他们都走了 我热个包子和大馒头 又要出发了 早晨着急把黄的 每天都迟到了 今天还行好像 没咋迟到 昨天不是跟人家 小美女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因为早晨每天早晨起太早 走太早了 妆也不化反正是 然后就那么跟人家出去吃饭 然后 都是说我太土了 我也觉得我挺土 但是我 但是我 我不会打扮 你说说 我也想 其实我也看他们比较羡慕 但是我也 我也不会他们那样打扮 主要人家才二多岁 其实我二多岁的时候 我也不会打扮 我二多岁的时候 我也不会打扮 现在三十多了 我也不会打扮 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事过了吧 没办法 一个人性格吧 你说 然后 就板不住笑 我拿错了 我笑一跳 我也拿成干瓶了 还板不住笑 我就老是觉得 哎呀我一笑吧 然后别人就 可能觉得我 平易近人吧 但是我的笑 确实有点傻笑 我也知道 但是我就板不住呢 你说咋着 就觉得我如果不笑的话 哎呀别人会不会以为 我这个人很死板 然后觉得我 呃 不太好教啊 或者怎么着的 然后就老想自己那样傻笑 昨天看了一段 一个博主说的话 他说一个女人不要把 这个心随便交给别人 这可能是说给男人听的啊 但是我是非常容易 就把心交给 就是给别人看的那种 哎呀我就觉得 呃那个 我是那种自来熟啊 自来熟 就是觉得 呃我如果见到这个人 哎呀我就想快速的融入他 这样的话 可能他就不会觉得 我是那种 呃 不好接触的人 好像是我有点毛病是吧 因为这样的事 其实也被骗过好多次 哎呀但是还是改不了 讲一个笑话啊 就是呃以前嘛 刚结婚那这 然后也没有钱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代购嘛 哈 代购呃 然后就有一个男生 他是青岛的 然后他是 他的女朋友 给我老公打 给我老公那时候在青岛打工 我老公那时候在青岛租了个房子 然后他就把他男朋友介绍给我老公 说他要买化妆品 呃说那个 他的群里有很多 就是有钱的人嘛 啊当时就急于挣钱 就觉得 哎呀他能给我介绍个大客户 然后我就跟人家嘻嘻哈哈的哈 就是就是没有正行啊 就我这一天就是这样事的 就老想跟人家笑 然后怎么着的 其实因为这个吃亏了 嗯就是很多事情 这是只是我 只是其中一个啊 然后这个男生说的 哎呀姐那个 呃反正我 我女朋友也是给你老公打工的 你就相信我就没事 然后你先把化妆品给我游过来 哈 呃然后那个我 我等那个什么时候给你 给你结账 你放心就好了 那当时就行 他女朋友给我老公干活 然后给他开工资的 也不能骗我们是吧 但是谁心思哈 这个男的连他女朋友都骗 也可能是他女朋友 他俩是一伙的哈 骗我们骗我们那个夫妻俩 呃然后呃就这样 我给他发了大概有 100套化妆品 套盒啊 100套化妆品 然后大概损失了呃 我看啊 那个套盒成本的话 就不算运费什么啊 就成本的话 大概300多 就是一下子就3万多 现在没有了 哎呀 当时我老公说 呃你吃一线长一只 我老公不说 我老公说 哎呀没事 那个呃 当时也去报警了 也怎么着 但是警察没招 说他让他撒谎 他说他得癌症了 然后怎么怎么着 怎么着 反正一系列 呃这是其中一个故事 就是因为我 我跟这个男的 就他把 哎呀 我俩就是 哎呀 老弟 然后你给我大姐 这样子 然后我就特别容易相信别人 然后这样被骗一次 还有一次 就是在 在那个车上 我老公给人家打钱 然后一个男的突然就来电话 嘛 其实他是一个骗子 然后呢 我就以为他是 他是真的 然后就跟我说 哎呀 我认识你老公这么这么招的 然后你需要给我支付宝打点钱 然后那个啊 你老公那儿跟我说了 那是微信三 那那那个 既然认识我老公的话 那应该是可以的吧 说话也认识我老公 我就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那种人 我觉得哎呀妈 然后又被骗了好几千块钱 其实这种事多了去了啊 就不给你们一讲了 就是只是说我这个人 哎呀 可能无药可救了 嗯 我最就是现 这些这这两年吧 啊 好多了 我也不去相信别人 我跟别人笑是跟别人笑的 尽量不去跟别人说一些 呃 无关紧要的话 有的时候我说到半道 我老公你打断我了 我老公说 跳 跳 哎呀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我这辈子哈 就是个傻白甜 傻和白 甜不甜 哈哈哈哈 人家不会打扮这事 你说人家小萌跟我一样的发型 人家是不是就那么好看 我怎么就这样事的呢 其实跟脸有关系 跟脸有关系 哎呀 人家长得一副可爱的脸 我长着一副土鳖脸 看着自己上呼 然后有一次我朝阳有个朋友来看我 哎呀人家也是二十多岁 我也是二十多岁 人家打扮的哈 就是青春靓丽的 然后我 我是我因为我是上班嘛 他不上班 他是自由职业 他是教钢琴的 然后我就是一般一股职业风 就穿的啊 小西服 小高跟鞋哈 就从年轻的时候 我就不会把自己打扮的就是青春靓丽 就是总觉得要把自己打扮的像职场丽人那种感觉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也是喜欢职场丽人的那种衣服 就是不喜欢太休闲的那种衣服 但是因为现在不上班嘛 所以就随便乱穿 那个时候也化妆 也挺注重自身的那个形象的 现在 哎呀 生完孩子了 也没有人可见 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除了打包就是打包 除了拿货就是拿货的 我老公有时候看我直播的时候 穿好看的衣服嘛 因为他的衣服很多 我都能穿 所以偶尔直播的时候 我会拿一样件回来穿 然后 当然有时候 就觉得新衣服不适合我 总想去穿一些老的衣服 然后我老公就说 哎呀 你就平时这样穿不行吗 给慢慢改进吧 但是我觉得改不了 这个人 这么着活了30年了 你说咋着 我一看到街头上穿的好看呢 女生我也羡慕 你说你家里这么多衣服 对吧 你干啥不穿呀 人家还得花钱出去买呢 你都不用花钱 直接到老公拿去完事 今天还好 没有昨天那么多 哎呀 回家了先把衣服这样 哎呀 哦 哪里呢 你什么东西呢 哎呀 终于学了一招 以前回家吧 衣服一冷 一人 去? 先生 先生 正面 先生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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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ст的 正面 ここ 好 写 穿 看 那 要 穿 好 好 好好 我要 勇 老 老 去吧 擦開了對嘍 非常好 坐下吧 跟哥哥一樣脫衣服 喂 剛才這剩兩塊蘋果 然後進來拿一塊過來吃說 媽媽我吃的話 哥哥可能要訓我 我去吃吧 給你看一下 韓國的電視節目 竟然在猜那個什麼 競賽出中國的秦朝 滅亡的 什麼啊導火索是什麼 哎呀長城 你看這個 你這是帶什麼啊 你這還挺硬勁的呢 戴那個帽子 哪兒子 這是老大的學校做的 挺像這個大臣的 挺像大臣 對 對 對 好